我们这回来介绍一下我们平时出去带的这个厨具 这套厨具呢其实除了平时出去露营用 这个我们长途穿越也用的是这套厨具 用了还挺久 就感觉上用的还挺舒服 所以简单想介绍一下 这个包呢 里头大概就是一种简单的做饭用的厨具 比如说像这种做饭的铲子 这是一把平时用这种切东西的刀 然后还特意准备了一把处理鱼的刀 就是头是尖的 因为如果比如说野外钓上来鱼 可以用这把刀 所以特意这把刀多准备 然后带一个小案板 这个案板不是很大而且是手上可以拿着的 如果就是不是很平可以就是拿着它用 然后而且比如说可以拿当一个这种拖食物的一个盘子 还有一把剪刀 这把剪刀呢也是把多功能剪刀 这种开片人类啊 剪东西还能打开 比如刮东西什么的 可以用这个 还带了一个开罐头器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出去尤其是长途穿越 就是会带罐头类的食品 比如说罐头的这个黄桃啊 这种水果之类的 还有罐头的肉 可以用这种开关去去开 相对来说方便一些 带着一个 还有一把刷子 这把刷子呢 其实主要是烧烤的时候用 烧烤比如说你可以刷个油 但其实不是特别建议刷酱 因为你在野外这种 就是这个毛刷刷酱的话 不是特别特别好清理 所以一般只用来刷油 然后这儿有两个夹子 这两个夹子做饭的时候呢 是有区别的 这个前面头的硅胶呢 一般用在不粘锅上 因为很多比较贵一点的这种 户外这种厨具 它是里头有不粘涂层 所以这样不用用铁夹子 用这种硅胶头的夹子 这个铁夹子呢 其实更多是用来烧烤的时候 比如说叠着铁板 或者是一个这种烧烤架 用这个铁架 然后除了这些呢 还有一些这种小的 这种清洁的装备 就尤其是这种烧烤的时候 有一种刮板 其实有各种类型的刮板 这个刮板呢 主要是清理烤架用的 它这种不同制式 这种格的这种距离 就是清理不同烤架 可以从这上面刮 然后这两个呢 是刮锅和这种碗和盘子用的 它这种弧度 这几个弧度都是这个 就是有标准质式的 去刮不同类型的这种锅和碗和盘子 然后这个呢 其实一边是橡胶的 就是刮一些比较这个涂层比较贵的这种锅 比如说我们一会儿会说到这种Jet Boil这种 因为它锅单价价格比较高 所以用这种硅胶涂层的这种去刮 保护一下这个锅的涂层 基本上这就是我们这个袋子 介绍完储具啊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的锅和炉子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主要的这个 大的这个Jet Boil的这个 这一套呢 等于是买的时候也是一套 给了这么一个包 一个平底锅 一个主锅 然后家里头一个两个货眼的炉子 这个货眼炉子呢 实际上用的就是这种 普通的这种饼丸漆罐 很好可以找到的这种饼丸漆罐 这是一个平底锅 里头也是这种不粘涂层的 刚才说到那个就是刮那种 软板 就是用刮这种锅 然后它还 它只给了一个盖 但是这个盖的大小呢 就是可以盖这种主锅 也可以盖这个平底锅 这就是它这个炉子 就是叠起来很小巧 但实际上它是两个火眼 可以打开 固定很好 这是两个火眼的炉子 这个炉子有比一般的炉子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点火的时候不用再带火柴了 它边上有一个点火的开关 把这个气打开以后直接去点火 然后就能点着了 而且它这个可以外接 就是继续往外再去连接更多这种火眼的炉子 它除了有一个这个 就是这边是这个进气口 这边还有出气口 如果有其他这个 就是Jiboyl这个产品 还可以去连起来它们 就是如果人多的话可以一起用 这个大主锅呢 就是非常非常大 就能好多人用 而且它是一个防风的设计 就边上有这种防风这种 就Jiboyl比较独特的一般行这种都有 就有这种东西防风 然后如果放到这上面以后 它是非常稳的 一般就是如果哪怕有风大什么之类 推到这个锅的侧面 它也不会说一下子你周翻了 但如果风太大的时候也有这个风险 但是一般的状态不会 因为它是能就是 它正好里头这个圆能卡住它 再加上这种防风道设计 还是挺不错的 这燃烧效率也会很高 除了Jiboyl那套大锅呀 我们平时还有一些小的这种锅 就如果吃的不是特别多的时候 或者就是量也比较小 这种这是一个小的平底锅 它也比较薄 所以瘦肉会比较快 然后这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不粘涂层的 然后还有一套呢 这套就是属于 也是沃尔玛随处可以见到的 这种Stanley的这个 不锈钢的这一套 它里头实际上呢 是有两个锅 就是两个主锅 一大 中间套了一个转的 这两个主锅 然后煮锅里头呢 它又套了两个碗 这个碗也是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这种碗 这个碗有几个好处 就是它首先它是有盖的 这两个碗 你在野外的时候 比如说它怕凉或者怕招灰 有这种盖能把这个碗盖上 是挺好的 而且它里头还配了一套 这个汤勺和炒勺 这种就是折叠式的 可以拼插的 就很方便 可以这么拼起来 可以是一个瓣还挺长的这个铲子 然后把这头换掉呢 插到这边 它就是一个汤勺 它可以其实两边一边一个 但一般我们用的时候就只会插一边 然后拾起来稍微舒服一点 但是如果你那锅不是特别特别深 其实也因为它有两个瓣 所以可以一个一个就是两个段 除了这个做饭的锅呀 我们这里还特意准备了一些 就是这个做水这种壶 这个壶呢 就是也是沃尔玛买的 就是很便宜 因为它就是一个这种不锈钢材质 底也不是特别厚 因为受热会比较快 然后它有这种盖 一定要是密封好的 因为在海拔比较高的时候 这个压力困 就是如果里头有一定的压力 然后那个水温升的稍微会高一些 然后这种锅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平的底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能架在这个 萤火上也可以用它 然后除了这锅的类型 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就是烧烤的 除了那种大的萤火的烤架 比如有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 买了一个折叠的烧烤的用的 这个世界上里头就是搁那种碳火 很薄 就这么一片 从这个大压力拿出来呢 折叠一下 然后把这个架到这个点上 然后底下铺满碳一点 这就可以做烧烤用 这个设计 其实我们当时主要看上这个设计 就是它展开以后面积呢不算小 其实如果四个人就是烤串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也够用了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折起来以后 非常非常的小 就这么一个包里头 一个很薄的一个片 很方便我们这出去携带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呢 哎 这是个大家伙 这个东西呢没有特别常用 但是其实也挺喜欢的 就是这一个大的铁板去炒架 刚才说的那小刮板 你看那种一篮一篮呢 就很适用它这个去清洁它 就每次用完了清洁这个 就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但是其实清洁完了它还是会有油的 所以我们搁到了一个 就是找了一个缩袋 给它搁到底 只能让这个油别弄到处都是 但是用放之前也尽量擦一下 然后说到烧烤啊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特意为烧烤准备的一些小东西 就是这一桶 其实看这小桶 里头有一大堆这个能穿肉串的签子 还挺好的 因为它搁到一个小桶里头 所以也很方便我们的携带 每次一洗干净了 就往这个桶里一放 然后我们特意选的呀 是这种薄片的这种签子 它比圆的呢更好清洁一些 因为它是一个面 然后除了签子呢 我们其实平时啊 你偶尔比如说有萤火 比如说把土豆啊 包在锡纸里头 我们准备了一大包锡纸 把土豆包在锡纸里头 然后可以扔到这个萤火里去做这个烤土豆 或者其实把这个东西搁到这个刚才那种烤架上 也可以做烤烤 因为这层锡纸 最后呢 我们其实可以说一下我们这个调料 这盒啊实际上我自己做的 拿一纸盒自己做的一个这种调料盒 里头呢 带了有这种酱油 醋 好 这种这种单独罐的罐 这可以看我们用的这个 这个酱油用的还挺多的 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香料 像这些 这都是这种沃尔玛里头 这种统一的这种芝士的罐 然后唯一一个就是 自然用的不是一个完全一样的罐 然后还有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就是这个这种辣椒面 经常烧烤啊或者什么东西蘸这辣椒面 特别特别香 所以这个平时这种辣椒面 我也平时在这个里面放放这些 除了普通这种调料盒啊 我们还就是因为做东西啊 有的时候用油 会用这种喷的油 这其实挺方便的 也是超市里有很常见 一按就可以往上喷这种液体的黄油 但是这个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它会凝固 你看箱袋里头是能能喷出来东西的 但是一旦凝固了以后就什么都喷不出来了 所以在特别特别冷的冬天 我们其实会在冰箱里放黄油 带着黄油去用 如果这个东西因为夏天或者就是温度没有那么低的时候还是挺好用的 所以这一直就是搁到我们这个就是做饭的箱子里 这些呢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日常出去 基本上每次都会带的 就是放在这个我们那个箱子里头带的这些厨具 其实虽然这个箱子不大 但其实东西还是挺全的 烧烤啊煮啊做个炒菜呀都是没问题的 谢谢大家